现在,丁真已然成为了顶流,他的相关短视频火得一塌糊涂,连续两周霸占微博热搜,相关话题曝光量超10亿,抖音播放量接近10亿。 这个20岁的少年仅用了20天,就完成了明星需要用20年接电才能达到的顶流位置。 20多天前,他还只是一个放牛娃,可以无忧无虑地在大草原上躺上一天。 半个月后,他就成为心境网红,被各种活动产生。 大家好,我是游儿,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丁真的走红故事,于是许多朋友私信游儿提了许多问题。 今天我们就大家对丁真的一些误解和关心的问题,再做一期视频。 第一个误会就是,都以为丁真是因为出门买了两桶泡面,路上偶遇摄影师胡波,事实上并没有买泡面之事。 今年8月,胡波到礼堂进行拍摄工作,想拍藏族系列短视频,认识了丁真的舅舅。 11月份,胡波再次回到礼堂,就住在丁真舅舅所在的村里,当时是想拍丁真的弟弟尼玛,但那天没等到尼玛,却见到了丁真来舅舅家吃饭。 胡波就叫他洗了霸恋,之后拍下这条不到奇妙的视频。 1月1号开导的丁真,这个是很自然的,他中午来这儿吃饭,让他提起脸,开了一段,不存在什么方便面的屋里。 他现在这么活,你也有预想到我,当然没有,这个在几十年不会再有。 胡波就这么随便拍拍,就拍到一个摔到没边的藏族少年。 11月11日,胡波在抖音上传的视频。 丧族小伙丁真,面旁英俊,目光清澈,长长的眼睫毛,皮肤粗糙永黑,再加上无邪的笑容,也信与纯真完美结合。 让看见了精致男团的网友们,瞬间折服,丁真就是因为帅,成了最红的网红。 在丁真之前,他们家已经出了两个网红,一个是舅舅,一个是18岁的弟弟。 舅舅长得像郑义剑,弟弟尼玛也非常英俊帅气。 我欣赏的是从那些阴暗的人和世上吃亏后,依然不屑于成为那样的人。 欢迎朋友,外界姻缘,蓝牙里连接。 看完这家人,只能说他们就是基因好。 现在他的家人也被丁真带火了,带火的还有丁真最心爱的那批四肢腿短短的,并且还外八的白马珍珠。 你们干嘛啊,真的。 如果说网友最初是始于颜值,那么接下来便是现于纯真。 当有记者问他,知不知道自己火了,他说不知道。 问他想当明星吗,他说想当赛马王子。 不知道自己这两天在这个网上火了。 不知道。 你想去当明星吗? 赛马王子。 从11号开始,就有各种网红艺人经纪公司来到丁真的家乡,希望签他出道。 11月18日,当地的国企李唐文旅公司率先收编了他,丁真成了国企员工。 21号,公司就叫丁真开了微博,发了自己的第一条信息,就是一条入职账。 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信息,阅读量1.41。 11月25日,丁真就拍摄了丁真的世界。 我是丁真,我今年20岁,我的家在四川甘子株李唐县,就住在改年雪山九霞,时间过得很慢,很慢。 躺在草地上,也能躺上一整天。 这部宣传片拍得非常好,时机也非常好。 其实,宣传片讲得很清楚,丁真的家乡在四川李唐,但是很多人就只盯着丁真的美色,没太注意别的信息。 加上丁真说过,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拉萨,于是又产生了一个误会,以为藏族小伙丁真的家乡在西藏。 西藏对于这个讨淫的机会,当然不会放过,直接喊话,丁真,我们在西藏等你。 四川极乐联盟公告天下,丁真的家乡在四川李唐,不是西藏。 丁真凭一己之力,带动了李唐的旅游热度,李唐搜索量猛增620%,丁真火了,甘资89亿地方债稳了。 丁真也因为这部宣传片,个人IP到了一个巅峰,火到了日韩。 很多网友都关心丁真的收入,大家不是好奇他能赚多少,而是担心,丁真有没有拿到自己该拿的那部分。 丁真和李唐文旅一共签订了两份合同,一份是劳务合同,一份是代理合同。 工资3500块,这个收入虽然不高,跟艺人网红的收入更不能比,但这在刚刚脱贫的李唐是一份相当体面的收入。 丁真已经领到了他的第一份工资。 他用这笔收入给妈妈买了洗衣机,不希望妈妈动手,还给爸爸买了电瓶车,让爸爸出行方便。 丁真还有一份代理合同,就是指丁真拍广告代言,商演的收入,这部分的收入公司不参与任何分成。 目前丁真没有这部分的收入,因为目前李唐文旅对于丁真上综艺节目,商演这些全部拒绝,只会参加一些公益性活动。 因为对于综艺节目来说,丁真只是一张小牌,但对李唐来说,它是一张大牌,甚至是目前唯一的一张牌。 如果现在急于把丁真变现,损害的是李唐旅游的长期宣传价值,丁真去参加选秀,会破坏他未来的影响力。 公司说,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保护,不希望他昙花一现,希望丁真能与当地旅游事业共同成长。 为了长久发展,丁真需要学习,而且网友发现,丁真原来是一条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,于是给他寄出大量的书籍。 快递小哥一开始还以为丁真是图书管理员,丁真现在要在全国网民的监督下写作业了,丁真出名前从来没离开过家乡,最远就去过他们县城。 出名后丁真去了成都,这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,去大城市。 他在成都玩了攀岩,蹦床,逛了商场。 虽然很新鲜,但是他没那么喜欢成都,人太多,气候也不适应。 很快他就想回到村里,正如他在宣传片里所说,他只想待在自己的世界里。 最后我们也多介绍一下丁真的家庭,有人说丁真来自一个富裕之家,看看他的金戒指,看看他的衣服,都是两千多一件。 有人说他的家境贫寒,所以早早辍权。 还有人说丁真已婚,这让一些少女心碎了一地。 丁真没有结婚,甚至没谈过恋爱,他的家境也不富裕。 丁真的父母都是牧民,放牧季节就住在牧场,家里有大约二十头豪牛。 李唐县则是国家级贫困县,海拔超四千里,每平方公里不足四人。 高寒缺氧,地广人稀,农牧民子女上学难。 家里让弟弟尼玛上学,丁真到小学三年级,就回家帮忙干活了。 主要的工作是放牛放马,挖虫草,捡松绒这三样。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,姐姐粉们更是对这个懂事的丁真,心疼得不要不要的。 因为没怎么上过学,丁真只会一些拼音,汉语不是很好,也因为汉语不好,闹出了不少笑话。 比如问他哪个省的,丁真听成哪个生的,于是回答妈妈生的。 你是哪个省的? 是妈妈生的,是妈妈生的,是妈妈生的。 应该说,丁真家一开始的经济不好,后来慢慢好起来。 如今,丁真出名了,相信会很大程度地改变家境。 丁真火了后,爸爸很高兴,觉得自己可以提早退休了。 妈妈则有些担心,丁真没怎么读过书,一个人闯社会行不行。 而且还担心,家里的牛没人放了。 12月2日,丁真母亲接受《心经报》专访。 妈妈对于丁真进入国企非常满意,说工作收入变得稳定了,比进娱乐圈要好。 舅舅也非常高兴。 舅舅坦言,如果没有这次的出名,丁真就只能平淡地过完这一生。 丁真是怎样一个孩子? 这个。 这个。 除了放牛,他还为家里干什么事? 大家里,大家里,大家里。 丁真的妈妈告诉我,如果说丁真没有在网络上走红,那么他每天的工作,一个就是放牛,第二个就是剪虫草,第三个就是剪松茸。 那他成名之后,家里有什么变化吗? 红红在许多人眼里是烟花之夜,绽放时,璀璨时,璀璨时,美肌很飞。 但转瞬几世 消失于黑夜 想象这些年 多少人从素人到网红 再回归素人 像天仙妹妹西里哥 那么丁真何去何从呢 她会成为上一个天仙妹妹 还是下一个李子柒呢 其实看她背后的团队能力与眼界 如果长时间的 以已有的视角去看丁真 难免时间长了 会产生审美疲劳 她再可爱 你也会忘了她 希望将来的丁真 不再是一个纸片化的呈现 而是一个立体式的呈现 我是尤尔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